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我是姓博德天主教小学浦江川道的陈丽珠校长 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推行以基督精神为本的全人教育 我们着重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 希望小朋友能够学会关爱和服务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所以我们在小学阶段 其实我们的目标都想装备小朋友有良好的两文三语的基础 以至到日后可能都有机会要和世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去合作 所以两文三语里面的英文都是我们重点教学的科目之一 其实Foto可以囊括了四大范围去考核小朋友 有包括听说读写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可以全面和全方位去了解小朋友的英语的水平和能力 小朋友拿到的考核结果之后 他可以看到自己哪方面是比较强做得好 另外也都看到哪方面可能相对地是有改善的空间 他就可以针对性去做一些训练或者做一些输入 教学的输入让小朋友能够可以逐步去提升 首先一些国际认可的证书对小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水平的参照数据 他们拿到的证书给到中学都让中学的校长和老师知道小朋友的水平去到哪里 另外他们考到好成绩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可以增加他的自信的 例如我有个小朋友拿到Best of the Best的大奖 都会看到他的自信心是增强了的 比以往来说愿意多些用英文去和人做分享 还有看到他都主动了去参与一些英文的活动 所以其实对小朋友都是有一个的帮助的 TOEFL,Best of the Best